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去年要求美国电讯商 拆除并替换所有被当局以危害美国国安为由 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电讯设备商产品 但这项规定只适用于用联邦资助买入的设备 为了堵塞漏洞 不让美国私人莫菲联邦政府机构 够入黑名单里面的中国电讯商设备 众议院率先在上个礼拜 以绝大比数通过安全设备法 至礼拜四法案都在参议院获一致通过 禁止联邦通讯委员会 审查划发出新设备牌照 给在黑名单里面的中国企业 即是华为、中兴通讯、海能达、海康威士和大华科技 参议院版本法案 由共和党的鲁比奥和民主党的马基 两个参议员推动 鲁比奥形容华为或者中兴这类中国国企 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 法案通过之后 他们在美国电讯网络不能够再占一席位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在3月将华为等5家中国电讯设备商列入黑名单 在今年6月投票通过 即使经议员立法推动 也不允许美国电讯网络 使用中国企业的设备 引起中方批评 有线电视记者 随机飞步道